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國又一位大老級人物神秘失蹤 背後晶圓 各國都有辦公室 哈馬斯在土國 阿拉伯投資房產 打哈馬斯美特種部隊參與 加沙已逃出26萬人 已組建緊急聯合政府 哈馬斯要糧了 美共和黨提名他出任眾院議長 接替麥卡錫 歡迎來到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美國時間10月11號星期三 亞洲時間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 將推動油管推薦我們的視頻 請訂閱支持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國又一大老級人物神秘失蹤 法國《回聲報》報導 中國企業大老核金幣失蹤成謎 與中國銅行業進口商麥克金屬公司有關 麥克金屬國際是核金幣的貿易公司 進口了中國四分之一的銅 然而 該公司至少在一天前失去了與其創始人的聯繫 據彭博社10日週二引述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稱 核金幣已被警方逮捕 並被帶往陝西老家接受詢問 雖然他的被捕原因尚不清楚 但該公司陷入財務危機可能是一大原因 核金幣的公司在疫情期間投資了酒店和商業中心 但這些項目一直處於空置狀態 導致公司的財務狀況惡化 此外 一些礦業公司因缺乏資金而停止與麥克金屬公司的交易 使其同貿易業務幾乎限於停滯 麥克集團目前試圖重組 並面臨債務問題 荷蘭國際金融集團銀行已經就涉及麥克金屬的同交易糾紛 起訴中國工商銀行 索賠1.7億美元 中國大型集團老闆的失蹤在近年來屢見不鮮 特別是當他們的商業帝國陷入危機時 這種情況包括恆大集團董事長許家印 以及海航集團董事長陳峰和首席執行官譚向東 他們在過去幾年中一直被拘押 背後晶圓 各國都有辦公室 哈馬斯在土國阿拉伯投資房產 這次哈馬斯的突襲讓許多人大感意外 不過外界也相當好奇 究竟武裝組織哈馬斯的錢是哪來的 根據外媒報導 除了伊朗 卡達 也就是大陸 翻譯的卡達爾等國被點名是哈馬斯背後金主 傳出哈馬斯內部還有建立走私隧道 讓他們可以傳遞武器 甚至向這些貨物抽水 另外 哈馬斯也在許多地方都有建立自己的辦公室 哈馬斯的武器裝備和軍事實力因為有資金 提升了一個檔次 《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認為 伊朗多年來一直資助提供後勤和累積資金 究竟是誰在哈馬斯背後提供援助 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伊朗 現在也有其他國家被點名 印度電視媒體《威昂》在2021年就報導說 最大金援者是卡達 國家支持恐怖主義是卡達政策的標誌 目前為止提供大概18億美元資金 2017年 沙特阿拉伯 埃及 巴林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利比亞和也門宣布與卡達斷絕外交關係 指控卡達甚至金援伊斯蘭國 不僅卡達和土耳其都被點名是哈馬斯幕後大金主 而他們運送的方式則是透過埃及和加薩地帶邊境一條走私隧道 把武器資金等偷偷運到境內 而且哈馬斯還可以再對這些貨物瞌睡 每個月帶來至少1200至1500萬美元收入 甚至有媒體披露 他們投資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蘇丹等地的房地產 設法取得超過5億美元資產 今年7月26日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 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總統府 舉行閉門三方會談 印度電視媒體《威昂》報導 哈馬斯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也有辦公室 卡達和中共關係密切 習近平去年在2月和12月會見卡達君主塔米姆 從來自他國的資助或走私抽稅 哈馬斯策劃行動背後也看出組織複雜的資金網絡 打哈馬斯美特總部隊參與 加沙已逃出26萬人已組織緊急聯合政府 週21日 以色列宣布總理內塔尼亞胡 與反對派民族團結黨領袖甘茨 及國防部長加蘭特組織戰時內閣 在加沙附近集結30萬軍隊 以色列報告 有1200人喪生 包括22名美國人2700人受傷 另有17名美國人下落不明 巴勒斯坦報告 有1055人喪生 5200人受傷 哈馬斯扣押約150名人治 聯合國稱已有超過26.3萬人逃離加沙 埃及封鎖邊界 禁止加沙巴勒斯坦人湧入 美國防長奧斯丁告訴記者 一腳對美國特種部隊正協助以色列反擊哈馬斯 第一批美國支援軍火已送達 哈馬斯要涼了 哈馬斯 伊朗 美國 以色列這四方有一輪外交互動 9日 哈馬斯公開發布視頻 指名道姓說 伊朗革命衛隊向我們提供了武器 難藥和資金 並交給我們如何使用反坦克導彈和無人機擊毀敵人坦克 伊朗將與我們同進退 但話音未落同一天 伊朗駐聯合國代表立刻聲明否認參與其中 宣稱突襲完全是哈馬斯自己的決定 10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聲明 說沒有證據表明伊朗參與了此次行動 布林肯聲明當天就獲得以色列國防部的背書 作者海邊的西塞羅分析說 面對報復 伊朗果斷切割 不肯承擔後果 哈馬斯慌了 因為以哈馬斯的實力來講 他能夠在這場戰爭中 戰勝以色列的唯一一種可能性 就是挑起第六次中東戰爭 搞大召喚術 呼喚其他阿拉伯或穆斯林世界的國家下場 而現在 連原先的資方伊朗都要使亂中氣 所以我們就看到 哈馬斯這次很不顧體面的在開戰第二天 就自招了自己金主是伊朗 和另一個目前不方便透露的神秘國家 這就搞笑了 別的恐怖組織鬧事後 都是宣布自己對某某恐怖襲擊負責 恐怖襲擊什麼時候也搞有限責任制了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哈馬斯口中目前不方便透露的神秘國家是誰 肯定是比伊朗更有實力的 是俄羅斯還是中共 俄羅斯和以色列一向關係挺好 中共有最大的嫌疑 美共和黨提名他出任眾院議長接替麥卡錫 路透社報導 掌控眾議院多數席位的共和黨人今天進行閉門投票 提名黨內眾議員史卡利賽出任眾院議長 而非與他競爭眾院議長的眾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喬登 史卡利賽獲得許多資深共和黨人及建制派的支持 現年58歲的史卡利賽是眾院共和黨第二號人物 長期以來被視為麥卡錫的繼任人選 立場比麥卡錫保守 共和黨在眾院握有221席 略多於民主黨的212席 預計民主黨人不會投票支持共和黨眾院議長候選人 史卡利賽一直在為多發性骨髓流進行治療 他在8月宣布罹患該疾病時 聲稱這是一種高度可治療的血液癌 2017年6月時 他在與其他共和黨人打棒球時 遭極左翼佛州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支持者開槍射擊 子彈打中臀部 導致大量失血 骨骼和內臟也受到損傷 險些喪命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 視頻內容是 25歲的他帶領居民擊殺25名哈馬斯武裝分子 哈馬斯報復以色列 警告居民現實離開 狂射百枚火箭彈 畫面曝光 大中東戰爭一觸即發 奇特的雙重代理戰爭 美國的中東政策再度面臨挑戰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會員對大眾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點讚、轉發和留言 分享您對視頻話題的看法 也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看一下 右上角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